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逢了低潮 很多赛事都在首轮被淘汰了 直到去年日本羽球公开赛才再度夺冠 这回奥运展现出了无比的抗压性 一路过关斩将 勇夺金牌 被誉为为奥运而胜 台湾羽球 男双 李扬 王麒麟 击败中国大陆组合 成功摘下在巴黎奥运的第一金 也创下奥运史上羽球男双二连八纪录 确定夺金后两人激动不已 李扬也再度跪地 亲吻地板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这中间真的非常紧张 但是我们挺进了金牌 拿到了金牌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非常感动 两人夺下台湾奥运史上第八面金牌 也创下自己奥运跨界的十二连胜记录 虽然在2020东京奥运夺金后 面临到植牙低潮 多场比赛出师不力 首轮就会淘汰 直到2023年的日本羽球公开赛 才有扬眉吐气 被誉为为奥运而生的两人 搭档六年 绝佳默契 在线 台湾荣光 大新闻 李扬方便宜 四年一回举办的奥运 是多少人的憧憬 也想要亲自到场观看 不过这回主办城巴黎十一 住行样样都贵 不少运动迷 只好选择在巴黎的郊区 以露营方式就近来观看赛事 包括了德国的前国角 女足球名将亨宁 她也是把消防车改装成了露营车 展开贴近奥运之旅 另外讲求环保减碳的巴黎奥运 的确也打造出了自行车城市 还专门为奥运增设了 一百多公里的自行车道 以及让运动迷能够就近 在各个场馆 以及各大景点附近 就能够停车的专属停车场 三五好友出门露营 惬意地喝着咖啡 再配上奥运的精彩赛事 无疑是最幸福的享受 根据巴黎旅游局奥运期间 巴黎饭店的平均价格为每晚218欧元 将近台币7800元 虽然亨宁曾斥炸球场 在2016年里约奥运代表德国获得女足金牌 但要在巴黎带上两周的费用 可不是比小数目 于是她选择与好友们从德国自驾 到巴黎郊区的部落念森林露营 这样就能把包括奥运门票的所有开销 压在每人1500欧元 约台币53,580元以内 其实奥运期间在巴黎近郊扎营 看比赛已经成为一种实惠的新兴选择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景色 而且我们都是同时的同时 所以我们都很好玩 至于在市区由于本届五环讲求环保减碳 专门为奥运增设了105公里的自行车道 以及大型停车场 让运动迷能究竟在场馆 以及各大地标经典停车 那是非常棒的 非常轻易 多了一倍比武器 我们都在乘坐车车 就在这里 没问题 没问题 非常轻易 我们已经走到我们的地方 就是好了 您看待特别的地方 我们很害怕我们不能够在乘坐 但是那是非常容易 所以很好 巴黎县城市长为了实现自行车城市的承诺 在十年内建立了超过一千公里的自行车道 也鼓励各国游客在巴黎奥运期间 可以骑着单车游览这座浪漫之都 大约新闻 廖岸编译 健康话题 体重在短期迅速下滑 可能是身体亮红灯了 嘉一一名67岁的女性 没有刻意减重却在半年瘦了14公斤 每天无精打采 走路也很吃力 到医院多次做检查 才发现是出现了衰弱症 而衰弱症并非单一的疾病 完全看不到过去见不如飞的身影 走路慢吞吞 简单拧毛巾 感觉很吃力 才大半年的时间 林律师健康急转直下销售很多 林律师因为用药级感染问题 诱发衰弱症 衰弱的概念其实是多重的因素 包含是这个疾病的原因 或者是老化 或者是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 饮食运动的减少 造成两个最基本的概念 叫做这个生理恒定性的破坏 跟生理功能蓄积性的下降 掌握几个观察指标 例如体重莫名减轻5%或以上 一年跌倒两次以上 正常步行一秒应该大于一公尺 衰弱症患者会小于或等于 每秒0.8公尺 甚至出现生活无法自理 需要他人协助等状况 当身体发出这些异常讯号 先就医及时治疗 其次平时居家运动 练肌力同等重要 软式的网球 握住紧握在最紧的状况下 大概2到3秒钟 一样就把它放松再一次 也可以善用毛巾与水瓶 要做到有点费力的程度 那这个沙袋外面有大概1公斤 1.5公斤2公斤都有 那就选择一样用刚刚的原则 举起12次轻微有些费力的状况 将我们的脚举起 伸到最直 然后我们撑个大概2到3秒钟 医师形容衰弱症就像手机电池故障 无法正常蓄积能量 总是充不保电 建议在饮食上均衡摄取营养 不要只偏重蛋白质摄取 热量也得要兼顾 保持定期健检 及早救出病灶 另外家人要多给予支持 鼓励患者 外出与他人接触 有助舒缓心情 大海新闻官吏 约为嘉义大林报道 农历七月吉祥月 多做好事代替传统的性贡 才是真正的普度 在慈济云林联络处的祈福会 由副县长代理团队参加 祈求无灾 舒适互生 犯败佛号声回荡在慈济云林联络处 人人尽心唱诵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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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我们除了自己要身体力行节能减碳 我想在饮食端我们也可以三餐来爱地球 我们一起来吃素 天灾是人为的 那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来多做一些环保的一些工作 吃吃素对整个我们大地 还有整个众生是有非常正向的一个帮助 镜头转到彰化 吉祥乐祈福会精脏演绎 震撼人心 这场祈福会在园林高中礼堂举办 结合校园与社区推动无数环保 不要一直烧烤金刀让它更热 别人告诉大家要怎么样 无数对不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从早再开始 同学我们的师长也可以一起来努力 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 人人双手合十 用一份虔诚的信念 恒喜这片大地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徐永华 赖静元 云林彰化 综合报导 前程一念也汇聚在台东 关山慈祭医院 邀请病患与家属 参加吉祥乐的祈福活动 金丝金社法师来到 关山慈祭医院 院长医疗同仁志工 在大厅举办祈福会 向佛菩萨行三问训礼 农历祭是佛教的欢喜吉祥乐 清净身心为天下祈福 与尽诸佛 专孔聚为爱新 邀请大家加入助人行列 中医师认为是很棒的养生之道 我们中医其实都讲求说 我们要把生活跟经验 带入我们的人体 然后去进行顺应天时 然后去做养生这件事情 在建如树 解杀护众生更是利益自己 多吃就是这些蔬果类的 不管是膳食纤维 或是维生素 甚至里面还还有宽物质 跟大量的水分 对于我们肠道的进化 跟肠道的保养健康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法师接着到 观山辅聚平台 慰绕志工的辛劳 照顾偏乡 需要帮助的乡亲 政治政见彼此祝福 日日是好日 当然新闻 珍稳美志工图华光 台东报道 感恩老婆做三四十年来 都把家里搭理得很干净 很整齐 每天早餐都只希望给我吃 如果叫我到早餐店买东西吃 我真的是不会买 我很感恩老婆照顾我 跟我家里 也都很幸福 谢谢老婆 您有储蓄的习惯吗 国外的研究证实 有存钱习惯的人 就算每天只存一块两块钱 也能够睡得更香甜 把时间交给外电资深编译彭欣宜 武安昨天八月四号 是农历七月一号开鬼门 上人开是我们 人间是开心门 一神一鬼 自然是心灵的鬼门 心如果正 那么就是开吉祥月的正心门 而透过小钱行大善 就能创造吉祥 慈祭早期慈善祭平 就是上人利用巫后的竹子 聚成存钱筒 鼓励大家每天存进五毛钱 也可以救人的功德 演变至今 这是慈祭人文之有的存钱筒 上面写着 投入一个善念 就是幸福的开始 也有福慧八宝粥 吃完之后也能变成罐头存钱筒 上面也有写了两句话 福从座中得欢喜 慧从善解得自在 巧的是英国研究说 每天存一点钱 不管存多少就可以睡得更好 英国追踪的九千人十二年的储蓄情况 结果发现即使是低收入的人 有定期储蓄习惯的 他们所得到的生活满意度 跟不存钱的有钱人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数字比较 没有存钱的不到一半 是对自己生活觉得满意 可是如果每个月存款大约一万五千元的话 有百分之六十三是对生活满意的哦 那么2011年接受调查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定期储蓄十年之后 到了2021年 英国发现他们买房子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二 从来没有定期储蓄的人 只有百分之十五会成为有壳族 台湾的家庭所得有统计 最低所得家庭一年是存一千八百二十九元 那么在中间收入的家庭呢 一年的储蓄大约是九点七万元 以上这些研究团队说 任何人只要定期储蓄 就可以有效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 那么对于金钱的所谓匮乏 还有焦虑感这些也会减少 当然一个人的睡眠品质 就能提高了 所以除了存钱筒之外 还可以利用储蓄工具 像是简讯或者是设定提醒 存钱通知都可以帮助我们多多储蓄 最简单的是一天存一块钱 而且每天都比前一天多存一块钱 一年下来我们换算出来 可以存下六万多元哦 这是一天一天增加的概念 可是也可以是每个星期的增加 那么每个星期都比前一个星期多存十元的话 一年下来也可以存下一万多块 如果改成每一个星期多存五十元的话 那么一年之后就可以存下六万八千多元台币 研究报告在最后鼓励了大家 不管富裕还是贫穷 养成定期储蓄的习惯 即使是小额的定期储蓄 拒沙成塔 大家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务健康 满意生活 睡得更香甜 以上就是新一代你看世界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想要睡得更好 对于墨三比克的子民来说更困难了 因为很多人还未能从2019年的一代风灾重新站起来 老太太带着孙子参风露宿 直到慈激人发掘提供了食物 还为他们盖了新房子 心裁真正的安定下来 直不起来的腰杆是命运压在他身上的重担 脸上岁月刻下的痕迹是生活给的考验 2019年墨三比克成了一片汪洋 被一代飓风突袭后 房子泡水成了孤岛 玛利亚桑德就是在那时失去家园 变得一无所有 命运实在很残忍 很长一段时间这位老人家得参风露宿 只能靠慈激才能饱餐一顿 一切苦难都在志工替他原建新房画下句点 生活稳定 祖孙两人终于不再愁眉苦恋 接下来他们要的不多 只希望这种甜淡的幸福能持续下去 待新闻格布萨 谭安杰 莫三比克报道 青帮青 林邦林 台南下营这间幼儿园继穆拉克风灾后 再一次遭到的水患清洗 慈激人总动员协助幼儿园恢复原貌 这里现在也变成了汇聚爱心的集散地 是由志工邀级及区长里长从幼儿园出发 到各个村里慰问关怀受灾家庭 幼儿园经营43年 继巴巴水塞后又一次饿水来袭 不便的慈激发青都在 好把这些的沈颜社军都帮忙 我们这区有得算审核 家庭的穿 着洗洗的 一天的当中 把这个地方穿得清潔 我们廖师兄在夏营江也跟班耘很久 在这边的不管是我们师兄师姐 还是我们社区的志工 大家都看在眼里 复原后幼儿园广场 从各区大动员 涌入更多志工送祝福 浩荡场队伍隐藏着他 一个人的生活里长带动关怀 顶着午后艳阳多条洞线 渗入灾民心 大学新闻 曾山美之工 陈和生 吴灵营 柯旺藤 台南报导 教育是保护孩子健康长大的重要根源 此季从2021年开始 正式启动了健康故事屋 从花莲做起 目前据点已经扩及到北部中部 打造出温馨安全的阅读 以及游戏的空间 强化了亲子间的互动共学 也减少隔代教养 还有3C的冲击 这项计划最新在今年的台湾永续行动奖 获得赢奖的肯定 我这要是补东西 那要提示 让小朋友们动动小手 体验书中乐趣 丰富绘本 语教娱乐 能力养成阅读习惯 开放式的都可以给他们看 他们可以在这边互动 我们这边是要收两岁到六岁的小朋友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点是新店静思堂 然后这边其实有隐身一个 很有趣的健康故事屋 这边有很多绘本 然后还有可爱的娃娃 为小朋友打造一个舒适的阅读空间 但其实第一个示范的是在花莲静思堂 慈济基金会2021年示范健康故事屋 从花莲开始慢慢拓展到新北 桃园 台中 未来也会在高雄和孩子们见面 这项计划也在今年的台湾永续行动奖 获得迎级肯定 让静思堂它是充满的 不同年龄阶层都可以来的 举办相当多元的所谓 阅读空间以外的一些活动 那其中重点在强调亲子共度 童话故事来做一个发想 比如说一个大自然的色彩 色系 套到这个空间里面 你会挖鼻孔吗 你会挖鼻孔 定期举办主题活动 加强亲子互动 室内空间经过特别设计 满满藏书 打造出孩子阅读天堂 这背后的推手少不了这位小儿科医师 小孩就会去找一本故事书 希望爸爸妈妈坐下来陪他读故事书 这种行为都养成 图像跟文字这样的阅读能力 来去让小朋友在他的心中建构他 属于他的一个想象世界 空间也够大 然后可以让他们自己玩 然后也不太担心就是安全设施 跟小朋友一起互动这样子 然后像他刚刚就拿一本书 然后就要我念 五岁生日快乐 健康故事乌在全台社区道场 持续串联 希望透过一本本好书拉近亲子关系 也让孩子们在浩瀚书海中尽情遨游 大爱新闻台北花莲综合报导 关心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温度30到36度 中部也非常的热 气温介于30到35度之间 南部地区平洞的驾雨 几率偏高 30到35度 东部晴时多云 30到34度 离岛晴时多云 29到34度 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